今天,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,由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新西兰和英国组成的五国联防组织,正在中国南海海域军演,此次演习将持续三周的时间。 但号的五国团结18,其中澳大利亚出动的阵容最大,包括陆海空三军几百五十名军人,和数十架各型战机、军舰,英国和新西兰则各派出一艘军舰,提起五国联防,也许大多数人并不熟悉,这是1971年由澳大利亚签头签署的一份国际条约,成员国政是此次参加军演的五个国家。 条约规定,如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遭到攻击,其他成员国应协调立场给予援助,不过,并不具有军事义务,而五国联防在南海军演也并不是第一次了。 2016年10月这五个国家就曾在南海进行了为期三周五国团结十六军演,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,澳大利亚开始不断的抹黑和挑衅我国。 前不久,我国去离美国军舰后,澳大利亚外长公开表示,在南海问题上,希望中国能够克制,避免紧张加剧,可反过头。 来澳大利亚五国联军却又跑到南海军演,试问,到底是谁在让紧张加剧呢? 如今澳大利亚也选美国主资完起双重标准了吗?毫不夸张的说,如今的南海除了美国以外,澳大利亚是最为嚣张的,不但是常派军舰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,还拉上周边国家军演,对抗我国的意味十足。 对此,我,国王又纷纷评论出,当初抗美援朝,中国对阵十七国联军都没怕过谁,现在去去一个什么五国联防,只不过都是些跳梁小丑罢了。 真以为中国怕了不成,敢进入了九段线以内就让你们体验一下中国东风导弹的厉害,各位看管你们说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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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